好的,我们继续啊 还要再织两行 最少还要再织两行啊 一会儿我会把它的具体高度给大家量好 好,反面脸好像在织完 好,织完反面这行呢,我们稍微的把它和这个位置比对一下,你看 应该是这样的 底边这是平着的,上面是这样的 还是不够,因为时候呢,我们里边还会有一些填充啊 填充之后呢,它会变得鼓一些,明白了吗? 它变得鼓一些之后呢,这位置就不够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要再织啊,最少最少还要再织四行 所以我们会再织一步 准备到你我们现在再织一步 回来 我先前织一步 从远远连 再织一步 響鐘 我们一会呢会把一些填充的东西放到它的这个嘴巴里啊 你可以用我们之前制剩下的这种毛线来给它做填充 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家里边的沙发或者是靠垫里边啊 它会有这种蓬松棉 你可以拿出一点点来啊放在里边 或者是从不要的毛绒玩具里边拿出一点点 这里边都会有啊这样的蓬松棉 我们一会呢会放在它的中间 然后在四周与帽子呢消缝在一起啊 我们现在要试一下 在这个时候啊总是显着它特别特别的拙劣 因为它还没有完成嘛 有很多很多的小瑕疵都在 但是没关系 这就是我们在编制的过程当中的最有意思的地方 当我们都完成之后再看它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整个过程呢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玩 非常有意思的对不对 好看这样子啊我们应该再织一行到两行才可以 还是有一点短啊 接着织啊 织两行吧 好看 已经差不多了 哎呀不用再织了 给大家量一下它的高度啊 在这个位置量会更加明显一点 看啊它的高度呢正好是 展开以后啊正好是10厘米啊 10厘米的高度啊在这儿 好达到10厘米的高度就可以了 我们就给它直接收针了啊 收的时候可以稍微收得紧一点啊 也没关系 看啊我们就是把前两针 1 2这两针一起从这儿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直接的这样 织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套回到左针上来 再一次两针一起 然后再套到左针上来 再从这边啊两针一起 套左针 两针一起 套回左针来 又这样啊两针一起 套回左针上来两针一起 一针一起 好了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剪断了 剪断还是照我们之前的方法啊 把这个位置从这穿过来 然后把这个小小的线头 从最后的一个针套里边穿过来 这样给它拉紧 好完成以后你这样轻轻一拉一下它 你发现了吗 它自然的就已经抠着向里了 注意到了吗 我们把收针的这一侧来做为底下 看到了吗 和这个帽子的部分啊 到时候我们跟它还是相缝合的 里边呢你可以放上一些这样的蓬松棉 你看就是这样的啊 每家的那个沙发靠垫里边这种东西都会有的啊 如果你想让它变得更饱满一点 可以多放一些 让它变得 让它变得更加的立体啊 看 看到了吗 想放的多一点都没问题啊 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另外一会呢我们会把它的这个两个耳朵啊 先弄一下 要不然这样的话 离我们这个想要的这个感觉啊 太糟糕了 看着它总是不好看 以后我们先把耳朵大致的修改一下啊 让它能够形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好我们现在就先把耳朵给它缝好 把这个用的更饱满一点啊 耳朵的缝合呢同样也是用的细针和细线啊 就是之前我们缝帽子的时候的这个针和线 不用担心啊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裸色 所以大家要在完成的过程当中 要用其他的色彩也可以 只要不会跟这个原色有过大的差别就行 好我们先对我耳朵做一个初步的整理啊 看这一面要朝上啊 我们是这样的给它做一个缝合 但是注意了缝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只是啊 也只是给它在这个位置稍稍的缝合一下 看到了吗 这儿不能动 因为事后呢我们这一大片呢 还要和帽子呢做缝合 记住了吗 所以你看事先啊 我们先把这两个小位置给它固定好 顺便啊 把这些线头呢也给它一起 哎呀缝到哪呢 缝到这儿吧 其实不用理会它啊 事后我们都会给它一块的缝在帽子的后边 都看不出来 看到了吗 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看 事后呢我们会沿着这一部分啊 整个的一部分都和这个头部缝合在一起的 记住了吗 两个耳朵呢 我们都先这样给初步的整理一下啊 免得一会儿 我们总是看着它不像一个小鹿的耳朵 注意了 不要太用力的拉扯线啊 只把它这个造型给它固定住 表面上有这些缝线啊 这个位置没有问题的 没有关系 以后我们会弄好它 好 这部分呢也一样啊 稍加整理一下 这些线头我们都会给它收好 这部分啊 给它放在后边这儿 最初的时候连接呢 也只是连接了 勾针的这一部分啊 就是我们勾的这个 漂亮的小边的这一部分 它是这样子的 先事先给它这样弄一下啊 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会让它变得非常漂亮 但是先给大家知道 它是这样一个形态就行了 好了 下一个视频啊 我会和大家一起 我们慢慢的来把它完成啊